一号女士温柔美丽 好漂亮 王王老师你好 二号女士孝顺大方 就出来自己单独的 所以家长不清楚 我也不会让他们知道 三号女士可爱活泼 你在你上场之前 我就在心里想 等三号上来 我好好修理修理她 但是她一上来我就不忍心了 她们来到选择 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子 我们让你嫁给谁 你就得嫁给谁 每位男士争相表现 到底还在做什么 过程跌宕喜福 您带改口费了没有 没带没准备 没准备 那她现在要改了口 你觉得是不是早点 可以 可以 结果出人意料 欢迎收藏本期选择 这个悬念由你来跟我们姐讲 来 你可以把花送给她 现在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请来了两位选择顾问 各位介绍一下 情感达人王维宁老师 媒体人专业老师 欢迎两位 今天呢 有一些年轻人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中 那他们在这里能不能够选到 他们最想要的爱情呢 我想先问一下 刚才我问亲友团的时候呢 这位阿姨说是亲友团 您好 你好 您是谁的亲友团 我是王妍杰的妈妈 是你女儿对吗 对 你着急女儿的事吗 特别着急 是您给她报的名吗 不是 是她爸爸 她爸比您还着急 对 她爸爸怎么不来呀 她爸爸在她的中医养生院 给她看家呢 谁的中医养生医院 姑娘的 那您女儿挺能干啊 也是这么多年自己奋斗的 医院都开了 对象找不上啊 就是因为她学习学得多 所以把自己的事就给忘了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王导 王导 还有那个导师 感谢你们 俩王导 关键是 感谢这个导师 您都成导师了 现在对庄严老师的称呼有很多 那天有人说 她是选择的总设计师 不是 她是你老看 你觉得她装吗 她挺好的 挺好的 你觉得找个她这样的行吗 太好了 真的呀 真的 不是 大姐 你说着玩的是真的 不是 找个这样的就行啊 是啊 找这样今天就解决 真的 今天就可以结婚 就不知道姑娘愿意 像这样的我们家有的是一半 你不是说就不知道姑娘 姑娘愿意不愿意 那还是你觉得姑娘 不一定能看上这种样子的 是吧 不是 我也是 我觉得挺好 说别的我觉得她文质彬彬的 文质彬彬 而且人家又是设计师 是吧 让我们看看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好漂亮 王宝老师您好 您好 一号女士金丹 32岁 未婚北京人 硕士学位 再读MBA 成媒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选择娱录 幸福至上 来介绍一下 你自己今年多大年龄啊 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是32岁 什么叫身份证上的年龄 是这样的 就是我因为上学 家长是教师 希望我能提前上学 所以身份证 就是比实际年龄 稍微大了一点点 你实际年龄呢 82年呢 相对来讲 我觉得气质还不错 超过 感觉就是一路人 应该有点着急了吧 我自己真正开始着急 可能就是近一两年的时间 就之前觉得还好 还好吧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有一点点对不起父母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孝顺的孩子 但是 唯独这一点上 可能觉得有点亏欠父母 我没有 我就是看缘分 如果两个人聊得来 能长久地走下去 你找不找对象 怎么会对不起父母呢 觉得父母还是 因为毕竟女孩子嘛 父母还是觉得 希望能够早一点 踏实下来 毕竟有了家 就觉得会有那种 踏实感吧 甚至我都认为 应该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精神 传达给大家 找不着对象 就可以说 从心理上 允许大家心里 觉得对不起父母 父母对什么事情 最着急的 真是对于你的工作好 挣多少钱着急吗 就是希望你有个 幸福的家庭 所以说有一点 觉得对不起父母是对的 当然我得帮你削一下毒 是这样的 孝顺孩子 觉得自己没有找对象 所以对不起父母 所以都眼含热泪了 但是你眼含热泪之后 一定要清醒 这个事情还是给你自己找 不能因为父母着急 所以把这东西 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弄不好就把自己 一再也打入 也有可能造成 更严重的恨复 人力资源总监 很高的学历吧 对 我现在是 MBA在读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的设施 那这我就有时候觉得 读得越高吧 其实对自己 找另一半的压力会越大 从设施上 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他学历要比我高 这学历一般上都得高 其实我觉得学历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 但男人觉得重要啊 也许吧 可能之前男朋友 就会在这方面 有一点点压力 之前男朋友 没有你学历高吗 他读书读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 走这一块 我跟看着男人的这种责任心 还有他的上进心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孝顺 按条件来找并不难 但是我觉得 搞得一样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 两个人的思维模式 能不能到一起 然后想法能想到一起去 使劲能往一块使这样的 觉得这样 就是在大的方向上 如果两个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之前那段爱情 算是比较刻骨铭心的一段吗 或者比较深刻的一段吗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可能我的感情经历比较少吧 到底有多强烈 才能 才能一提就这样 好像就跟昨天才分似 这段谈了多久 到今天 我们两个人 整整一年的时间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还是印象挺深刻的 那你什么时候分的手 之前分过两次 就是 谈了半年之后 中间我们稍微有一段小插曲 然后分了一段时间 分了两个月的时间 后来又联系上了 又觉得 可能有点不舍办 是初恋吗 不会吧 对于我来说 是的 你不会告诉我们 是上个月才分开的吧 没有没有 分开多久了 有 那最后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家里有一些原因吧 他自己也有一些 其他的想法 他还没有确定 在这个时候要结婚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 应该稳定下来了 而且 他工作特别忙 他其实 谢谢王胖老师 他其实 跟咱们的工作性质 有点类似 他也是电视台的记者 工作特别忙 特别累 或者我曾经想过 自己将来 多努努力 多赚点钱 然后让他 能够 工作不那么辛苦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要真有这么一姑娘 我就跟他接了 但是问题是 我现在就没遇上过这样了 其实最后 你们分手的原因就是 你觉得他 他自己觉得 还没有最好准备 对 然后 还有一点 就是我不是 就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女孩 然后他们家里 可能对这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建议 我会参考我父母的意见 和态度 占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三十 说服他们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他不够坚定 如果坚定的话 两个人在一块 其实很多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 你刚才说的原因 他不够坚定 没有想好 没有下决心 然后什么家里边的人 你不是什么土著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最重要的是 他不够爱你 就他没有 把你当成那个 属于的宝 真的是 心肩肩肩肩肩肩 但是你把他当成了 对 我挺在乎的 难受了很久吧 然后之后 也有家里人 给介绍过男朋友 我就一直都没见 因为我觉得可能 自己还没有 真正的放下这种感情 我觉得对我自己 还有对对方 都不负责任 最后分手 是他提出来的吗 算是我说的吧 但是他立刻就 就坑就下了 对 他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表示 我觉得他对婚姻 还没有概念吧 可能 所以就刚才 这个女孩子 你看一上场以后 我一说到父母 她就眼圈红 说这段感情 她就立刻就哭了出来 就是能够想象到 其实他是从那段伤痛中 还没有彻底疗伤 疗过来呢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是 由于他 所谓的学历 比人家要高一些的话 可能他在 和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 原本是生怕 让对方心里不舒服 生怕让对方不自信 于是乎你给了他一个 巨大的宽容 巨大的在意 巨大的 把他当成手心里的宝 其实很多时候 男人必须是 一点点一点点给 你一下让他吃的宝宝的 他一定会觉得肚子不舒服 其实姑娘 我想跟你说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段感情中 我们看到的是 你一定是 特别特别喜欢那个男孩 因为你刚才话里 透露了一个小小的信息 你说我特别希望 我将来能挣更多的钱 不让他那么辛苦 你会感觉到 你够不到他 你会感觉到 你满足不了他 所以他最后分手了 在你的内心里头 是因为你不够杰出 是因为你不能满足他 甚至他的家人的所有要求 所以你不得不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被迫地分手了 你到今天为止 其实对于你来说 这段感情没有结束 即使是他的行为 让你去下一个决心 告诉他我们分手吧 但是其实到今天为止 你没有跟他分手 你还在试图做着某种努力 如果有一天 你有什么样的条件 到了 比如说突然间 你有很多很多的钱 突然你有大房子 大车 有特别好的一个企业了 那么你会把他 顾到你的企业中 给你去当经理 你会觉得这样 你就跟他拉平了 他的父母就会 重新去看待你了 完全没有必要 谢谢周老师 为什么你今天会难受 是因为如果他真的不爱你 让你感觉到了 或者告诉你了 那么你今天不会这么痛苦 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 就是磨灵两口 不爱就是不爱 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为难 逃避 回避 躲避 那些东西 都是因不爱而造成的 一种状态 所以说你一定相信 它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它早就应该 和你一刀三断了 但是我觉得这挺好的 其实一个人 我老觉得 如果没有一点 失恋的感觉的话 也挺亏的 但失一次恋 咱就自己的情感 经历丰富一点 你说呢 推一下男嘉宾 一好男嘉宾您好 您好王芳 聊得开心吗 很开心 您对一号女嘉宾 印象怎么样 感觉不错 是吧 您多大年龄 三十五 未婚 三十五 你是想找个老母 还是想找个老虎啊 我想找个老婆 您是什么职业 暖通工 水工 空调这方面的 您怎么到这个时候 还没找个对象啊 没遇到合适的 一直都没有吗 是的 你现在试过恋吗 试过 试过几回 两回 比你强 两回 后面这一回 什么时候分手的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等一下 您 您不认识这位女士吧 您不会是跟她 刚分手那位男生 没有 她认识那位 是电视台的记者 来姑娘 有一首好听的歌 就送给大家 对不对 献给大家一首值得吧 可能会代表 我的一点点的心情 我们的故事 爱就爱到值得 错也错得值得 爱到凡天赋地 也会有结果 不懂你做更美的承诺 我自己对自己承诺 谢谢大家 自己给自己承诺了 我问一下 来二号男嘉宾和三号男嘉宾 喂 您好 你们那里边 谁对一号男嘉宾印象最好 都觉得挺好的 都觉得挺好的 你做什么职业 我是自来水公司的 自来水公司国企的对吧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号男嘉宾 您什么职业 我在IT公司做培训师的 IT公司的培训师 您多大年龄 三号男嘉宾 三十三 我觉得这个挺合适的 爱意 这个三个男人的声音 你听到哪个男人的声音 你觉得更离你近一点 声音 就声音而言 我更喜欢王岛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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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已经准备好了 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大家好 你好 肯定开街 谢谢 一号男是陈伟 三十五岁 未婚北京人 职业 暖通空调 选择语录 希望他爱我 比我爱他多一些 很帅 这一看也不是一般单位的 谢谢 做什么温暖工作是吧 三十五岁 是 会不会觉得自己把自己弄成大龄男青年了 是的 您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盛男吧 是 是齐天大盛呢 还是盛斗士呢 齐天大盛吧 我发现挺上相的 谢谢 谁给你拍的照片啊 我一哥们 只要一看这照片 以为你多帅呢 不生气 关键是我生气 一上来也不叫姐 直接叫我名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年轻的呀 我觉得 差不多咱们两个应该 是吧 小伙子 比如我们三个人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称呼 比如这叫姐 称呼合适吗 叫姐 叫姐 那你觉得 比如咱俩称呼 咱俩很熟 怎么称呼呢 对 你可以叫他舅 是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 对 叫大哥 那这位呢 叫叔叔也行 我觉得你叫大爷 也合适 真的 大爷 不会吧 你觉得 我爸爸七十了 我身份还有一个哥哥 我哥哥四十二岁 我亲哥哥 你爸爸已经七十岁了 对 四二岁 爸爸着急你的事吗 着急 你之前那爱情 爸爸同意吗 爸爸 他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和态度 因为各个原因吧 各方面的原因 就分手了 你们谈了多久啊 第一个谈了十个月 第二个谈了两个月 才谈了两个月 就结束了 他太快了 现在很多年龄不小的男人 基本上就是一两段情感 关键是前面那段 就两个月 他刚才说 凑凑呼呼谈了七八个月 我都在这为他可惜了 你怎么就两个月就分了呢 他比我小十二岁 当时认识的时候 他知道我比他大十二岁 来谈了谈了 让他妈知道了 他妈知道以后 看我比他大 大这么多 好就有点不愿意 因为他妈妈才四十三岁 我三十五 说以后 说以后 怎么管他叫妈呀 关键是 那就是他们那边 先生我仔细看了一下 您的要求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第一 爸爸是原国家举重队教练 对吗 我很负责任的 就这么说 是的 举重 对 我觉得那你会举吗 我会举 你也会举 我练过 但是没出来 没练出来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童年的时候 爸爸是经常见不到的 全国各地 乃至全世界 去打比赛 所以其实你跟爸爸 应该很陌生 是 反正跟我妈比起来 那肯定是稍微陌生一点 对 另外 后面有写说 不想找学历太高的 觉得高学历的拿架子 觉得两个人还是 性格 爱好 还有这个生活习惯 还有这个说话 各方面 还有对父母的态度 对朋友 对同事的一些说话 你是什么学历来着 我是本科学历 本科 本科学历 那你刚才说你在修空调 本科学历 学的是法律 但是如果要从事法律工作 必须考一个 律师资格证书 你才可以去有这个资格 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 考一个资格证书 然后慢慢过渡一下 但是我从心里边 还是挺喜欢我这个 空调啊 水啊 暖通这方面的职业的 你喜欢 对对对 关键后面一句 我就特别不理解了 他说最好是北京人 这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是北京人 对吧 说最好不要结婚 不是我不想结婚 就是说最好女方是 离过婚啊 如果两个人感觉 聊得来 能长久地走下去 我也可以会慎重考虑 你认为这个结过婚 跟这个搞过一段 刻骨铭心的恋爱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还是从心里边 喜欢找一个未婚的 因为我就是 简单嘛 那样简单嘛 关键你看 您跟这位女士非常像 在哪啊 你的这个情感经历 也非常简单 对吧 你的那段最长的恋爱 是为什么分手的 她是河北三合十人 认识的时候 她是在大三 大三 然后马上就要毕业了 等她毕了业 晚上看她如果要 分在北京 我们再继续下去 后来她一毕了业 都在河北那边 找了一份工作 那说明人家 没打算跟你在一起啊 那可能是吧 那可能她也是觉得 好像她跟我没有 你会谈恋爱吗 你觉得 我觉得我 一般 我也觉得 还得一般往下点 是是是 可是我觉得 她应该是 不踏实的那种感觉 比如会谈恋爱 会懂女孩的男孩 再可能会说 其实吧 地狱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就是觉得 可能如果她能来这边 可能会更好 怎么怎么样 后面还有一句话 说 现在希望找一个 爱我比我爱她多的 是是 是你说的吧 是是我说的 然后说 有一句话说 为什么我喜欢的人 一直都不喜欢我 这是你说的吗 是 是的 因为在这个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确实遇上那么几个 就是 非常非常对她有感觉 非常非常喜欢她 但是她就不喜欢我 你是不是 她不喜欢我 我还给她打电话 发信息 你是不是老奔着那个 你周边的人 都喜欢的人去喜欢呢 可以这么说吧 反正她长得 长得挺 其实我对她感觉 非常不错 大众情人 老庄在结婚之前 非要 非要说她喜欢麦当娜 你问你 是不是远了 你看她说了 她刚说了一句 她说就属于那种 大众情人 但是我 我认识那女孩 没有麦当娜 那么美 是吧 我喜欢麦当劳 我呢 我们有的时候 看一个人啊 其实我们并不是 很熟悉 但是呢 有一些北京男孩 他嘴甜的 他可能就会说 哎呦姐呀 怎么怎么样的 会什么什么 但是这位先生 到直呼其名 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 我就会突然学着 这男孩 肯定是在生活中吧 或者那什么的时候吧 就是比如见到丈母娘吧 她嘴没那么甜的 她紧张了 没发挥好 这一张照片 什么时候拍的呀 潜潜 穿着也是这件衣服 是 外衣对吧 这件衣服 是不是你们单位的人说 穿上可帅了 这件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哪件衣服不是自己买的呀 你一直在偷偷地用余光 瞅我们这个姑娘 你为什么不直接看她呢 真的 不是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吧 因为我那个比较喜欢踢足球 然后我就在球场上 我不光是盯着某一个目标看 我的余光 这个角度我都能看得见 已经眼神习惯了 不是 你的意思是眼前做着的这位女士是个足球 不是 我 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这个在球场上是一个 是顺息断变的一个事情 嗯 这位女士方便站起来一下嘛 方便不方便 把鞋放在旁边 你在地鞋站上一秒钟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姑娘多大姑娘 来 哥们往跟前凑凑我看 所以说 哎 我发现穿了高跟鞋这作用很大呀 你以为呢 就我平时因为我老穿平点鞋 对啊 我早就跟你说 你看我其实也不乱 哎 你这么一看老壮你发现没有 他的肌肉其实挺挺壮实的 对 你可以穿上了姑娘 挺凉的吧 哎 你会你会颠球吗 在我们现场 可以可以颠两下 你穿皮鞋颠呀 没事 感谢 他挺矮的 怎么也得比我高啊 一米七三以上 反正要穿上球也可能感觉更好 会更好一点 但是他刚刚一颠球的状态 哎 我突然觉着是他 对 对 就是他很多自信回来了 而他一开始还不行 这是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力量的男人 对 除了在情场上 这个智商稍微偏弱一点 是 所以刚才我想问一下啊 姑娘 刚才他介绍了一下 然后你一直在很无辜地看着我 我想知道 是不是这个类型的男孩 不是你特别适合的 那我可能希望找一个那种大男人吧 能够带领我 能够引导我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找一个这样的 我怎么老杰你往王导那笨呢 这个确实 不可否认对王导的这种崇拜 由来已久 王老师 您的粉丝年龄又降了 对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实话实说 我不是个大男人 我是个小男人 还有一个就是王方老师 因为我是满族人 满族的 对 正黄旗 可以要俩孩子 不是就是 可能我的血液里边 会流淌着一些 满族人的这种血液 明白 明白 所以你可能希望找一个更强大一点的男人 对 能够够得住我 对 能够驾驭得了你 明白了 那好 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吧 再见亲爱的 再见 再见 老黄老师 好聊 紧张吗 还好不是很紧张 我真的有点担心上去 会那种手发抖啊 声音颤抖啊 我觉得 你好男嘉宾 应该算是属于那种 我感觉应该算是比较传统的 他一定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圆滑人 就是特别 或者说特别会表现自己啊 对你有另外一种想法 你看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男孩子 我们没有就他的成长经历 但是却能感觉到你很敏感 其实他的敏感来源于什么 我们从他这句这个选择一路可以看到 希望他爱我比我爱他多一些 那么这个说明 第一 缺乏那么一点点自信 第二 情感上的一种疲惫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相对比较单纯 情感经历比较少 而且我们往往在和人的接触中 我们会直观的去 从通过表面得到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比如说 暖通空调 大家直观的感觉这是修空调的 于是我们会感觉 他的职业可能不是我们所理想中的那样 第二 他学的是法律专业 他正在考这个律师资格证书 也就是说可能在不远的将来 多少年之后 那么坐在这个小 坐在这儿的这个小伙子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程序 他就是像主持人说的 如果说到场合里面 他都不会那种特别讲话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感觉上 他是不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肘 来我们看一下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王芳 你好 请问您是什么职业 我自己开的养生馆 您是学这方面专业的吗 我不是 我学管理的 学管理 您的养生馆多大呀 在小区里面不是很大 赚钱嘛 持平 持平 你是不是说怕说特别赚钱 我们都去做免费呢 没关系 你放心吧 我们几个人去 只有老庄会不掏钱 除此之外 都会认认真真地 把该交的两折的钱交给你 刚才妈妈说了 妈妈可着急了 你发现妈妈着急了吗 我知道 你发现爸爸着急了吗 特别着急 你爸比你妈妈还着急 早上六点半就给我打电话了 催你是吗 对啊 他怕我起晚了 迟到晚那样子 看出来了 家里人对你来这儿非常重视 对吗 是的 那你赶紧来到现场好不好 好的 好 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你有一首歌是吧 对 来 我们再用这个时间 请一号男嘉宾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是不敢不想 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 是真的不应该啊 带你的未来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是不敢不想 是不敢不想 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 他稍微有点 他稍微有点模仿的感觉还是 但是因为有滑仔的声音 其实特别不好模仿 停的这地儿有意思 他上句唱完 一般要停是停在下句 就是说像什么 比如说您接我歌 我就在这点甩给您 对 就是说我下面准备说一个关于老庄的 停了 停了 就这样 挺好的 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感觉的 我帮小伙子一把 小伙子坐在这 告诉我们的很多 其实不利于他的消息 或者信息 我个子不高 我做的这个工作呢 很奇怪 小伙子故意给了我们很多 似乎看似不利于他的一些信息 而他自己非常心里明白 他有很多是有利于他的信息 甚至是高于其他人的优越的条件 但他没有在这说 稍等 你为什么落泪 不泪 没有 刚才那个 有一小虫子进我那里 不是 是吗 我为什么要落泪 跟大家在一块 我多开心啊 我为什么要落泪 我不落泪 刚才是那个 有一小蚊子进去了 你眼睛了 那我挺有意思的 首先您戴着眼镜蚊子还能飞进去 是 其次您这蚊子一飞飞 两只眼睛都飞 我很负责告诉你 我没有落泪 我真没有落泪 那没关系 但是因为我是看到你 没有没有 这儿一滴 这儿一滴 这儿有吗 那没有 那没有 有吗 没有 没关系啊 灯光照的有点刺眼 所以就是我有点那个什么 一灯光一照 还有风一吹 就爱点什么 在这儿流泪 是件特丢脸的事儿嘛 刚才那么着急 就没流泪 对啊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流泪 对 因为我只是看 我只是说了一个 我看到的事实而已 但是呢 您那么着急的解释 我就更觉得你太敏感了 是 在有些说 说我 我不爱听的话的时候 我是非常敏感的 对啊 就因为我觉得你没必要 比如别人要是 你对不爱听的话的 这种选择上 我觉得有问题 比如说 我刚才说你腿短 你都没有 没有翻脸 都没有不高兴 这个是事实 我腿确实补偿 这我爱听 就是只要是事实的东西 你都高兴 什么个矮啊 腿短都行 你看我个子 不是我个子 他说我腿短 我个子 我个子也不是很矮 您个子也不是很高 那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在意的 我只是打断老庄 我说了一个 我看到的事实 因为我觉得 你的歌唱得特别好 你根本不知道 我后面要说什么 其实我后面想说的是 也许你是唱这个歌的时候 给自己感动了一把 或者怎么样 我是觉得 你唱完这个歌 给你自己一下 加了好多分 我想说的是这个话 但是在我 刚刚说两句的时候 你当当的怼回来我 然后你还给我 我哭了吗 我哭了吗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三个人的表情 我们三个 他们俩的张多迪尔 我相信说的肯定是这件事 就是只看到 其一的时候 你已经把七二 七三 你认为的七二 全部怼出来了 其实真的 没必要那么敏感 好的 这还真不是没必要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你说 不敏感就不敏感 有的时候 它这个性格决定命运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人 已经形成了一个性格 其实我们不要过多的 希望他有什么调整 更多的是告诉他 这样的话 可能应该和什么样的人 相处的时候 拿出一种什么办法来 弥补自己的性格中的不足 其实这是一种缺憾 这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了 有这样的问题的人说 我改一改吧 这不用 你也改不了 对 也改不了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是时间有限 往往很多人 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他的第一时间 由于紧张 由于这么多的灯光 由于这么多的观众 他第一次上电视 他会变成不是自己 而我们刚才看到 他在唱歌之前的他 和唱歌之后的他 完全变了很大很大 其实这个才是他真实的 对 谢谢张老师 我们倒更希望 这一部分真实呢 能够让观众朋友们 就是喜欢 这位男士的观众朋友 看着 其实在这里 我们很神奇地发现 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有结婚的人 出现大问题的还没有 说我们不行 过在一块不行 离了要打架 要分手 还没有生孩子的 结婚的 一对又一对 至今我们没有听到 这种比较 恶劣的信息传来 是因为真的是我们 认为这个多少 我们有一点功劳 就之前我们帮着大家 呈现一个完整的 尽可能完整的一个 本来的面目 这样的话 他就是走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了解 这样的个性能 我就喜欢 我就愿意 跟这样的人到一起 这就没事 就怕的是 两人恋爱 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刚一结婚 发现 你怎么这样 我就说了一个 你流泪 你就跟我急 实际上你想想 在电视机这个位置坐着的我 我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流泪 不下五十次 不值啊 我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我感动 我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我今天早上 就我们一个团队里边 互相之间的一个聊天 我聊到孩子们 半夜加班 躺在那睡觉 那么辛苦 我都克制不了 就想流泪 我一点没有觉得 如果对方说 王老师 你是不是难过了 我一点没有 谁难过了 跟你这感觉 我就得跟他说 我这么大一人 我难什么过呀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 其实男人要学会 敢把自己所有的面 呈现给女人 呈现给大家 其实这是一种勇气 这是一种放松 希望我们的话 能够让你有所收获 来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你好 大家好 小心台阶 小心台阶 你太可爱了 所以说这位女士 就缩短了我们的 了解的时间 像这样的女孩 她要不丢手机才怪来 她要不把她母亲 拉到商场 最后回头一看 是她女儿了 妈妈呢 这就是性格 你能说她不可爱吗 她就是这么一个个性 对 但是有的女孩 来这之前 能看三回道 自己先把道看好了 一步一步 绝不出现这情况 刚才要不是 是我们喊着筷子 我们喊着筷子 能够掉那边去 二号女士 王云杰 33岁 未婚北京人 自营美容养生院 选择语录 宁君勿烂 牵手一声 是你女儿 是我姑娘 对 这姑娘肯定属于 大大咧咧的吧 姑娘还行吧 今天可能有点紧张 大大咧咧不是不好的词 对 比如我就特大大咧咧 没错 我就经常就走哪儿 半三下的 是 然后一天得 最少五次每天 我手机呢 我车钥匙呢 我就属于这样的人 今天很漂亮 谢谢 请坐 你评价一下 穿得怎么样 穿得非常漂亮 倒挺像那颠球的 我觉得 你一定没迟到吧 没有 爸爸会让你一定要早到 爸爸肯定认为 这是你这一年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爸爸 给我报的名 他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他比我着急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呢就是 有的时候缘分这个事情 他不是用交集 就能解决的 如果开始了一段婚姻 因为没有了解清楚 然后又结束了 这样的话 对我的伤害会更大 嗯 我觉得也是 所以有的时候 我老觉得这个 父母吧 到了三十多次的时候吧 就 有些着急 就给孩子 会给一些压力 您看我还没说呢 我觉得您也要掉眼泪了 确实是这样 你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吗 这个姑娘 确实很值得我们骄傲 嗯 因为这么多年吧 这孩子他勤奋好学 嗯 而且呢 特别善解人意 他毕业的时候 看到我们两个人 整天捧着药 所以在他的小小心灵里 就想着 我一定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在这么多年里呢 他确实是在中医养生院 拿获得了这个 就是养生的技巧 在咱们国家 又获得了 营养师二级资格的证书 嗯 所以我们在他的帮助之下呢 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吃过一粒药了 而我的遗憾呢 就是孩子呢 因为过于就是学习奔忙 所以把自己这个事情就没有过多的去操心 所以我们 我呢代表我们全家 非常非常感谢咱们选择栏目 谢谢 咱们两位导师 谢谢你们 两位导师 真的解决了我们的心理的问题 我也进入了导师行列了 确实是 我们由心里地感谢你们 谢谢谢谢 爸爸妈妈会特别特别疼爱你 北京人 嗯 你原来学管理的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你的养生院 因为我是航空大学毕业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要考美国大学 所以就没有参加我们行业内的任何的面试啊 然后后来那个去美国签证不好签嘛 嗯 在三年前 然后我觉得养生它可以帮帮家人朋友 并且呢在将来应该也有很好的趋势 我愿意在这方面去发挥一下自己 那也就是说你那个创业的时候都三十岁了 对啊 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外企业上面已经做过一些管理工作了 才在外企业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做投资理财做得多一些 嗯 那你这跨度也太大了 有点大 对啊 但是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 嗯 因为就从你走上来的那几步 这个哗哗哗那感觉 就一看挺干练的 做事应该挺利索的 务实务正事的女孩 对 对 我今天早上来化妆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女孩子身边放了一本书 那一本是化妆老师的书 化妆老师的书 后来等她化完妆的时候 她突然说了一句 她说 能跟你一块化妆挺荣幸的 她做任何事情她都要考虑 嗯 而她 所有考虑这些问题呢 都是事的 她会这样 要不是事的 什么走路啊 手机啊 嗯 所以这是一个 既大节不既小节的女人 嗯 就是事少 不会说特别麻烦 或者让人感觉到 简单 哎呀 哎对 我老得猜你啊 我老得琢磨你在 半年才查一次手机 就属于这 先生你对这个女孩子 印象怎么样 我对王小姐印象不错 嗯 在学历方面 我是有压力的 学历 对 这上面根本就没写学历啊 去美国 哦 没有没有 没去 她的含金量 肯定有比我高 过去的事 你怎么那么敏感呢 有一点点压力 你是那种 就是怕了 有点怕了 怕了之后 所有的话 其实是 都是说出来之后 给自己留很大空间 比如说你刚才说了一句 嗯 为什么我喜欢的女孩 都不喜欢我呢 这句话 其实有后半句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喜欢的女孩 都不喜欢我 而喜欢我的女孩 我都不喜欢呢 你把后半句省略之后 好像这辈子 从来没有人追过你呀 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 今天爱宁在这儿呢 好好地想想 我们刚刚说的话 不用想那么多 就是开心地来 然后呢 最好开心地带个媳妇走 好不 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再见 紧张吧 挺热的 那个舞台上 然后感觉这两个女孩 这个比那个稍微强了 这是在哪拍的照片啊 泰山 泰山 是带妈妈爸爸一块去的吗 不是 跟着一个团 爸妈妈总认为是你太能干了 所以耽误了 我不觉得 你不觉得 但是我就想知道你的情况 你上一段恋爱是什么时间 妈妈知道吗 有的时候经常看自己 我觉得我这里做的也不好 那里做的也不好 然后就觉得 在她面前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那是因为你太爱她了 对 就把自己都变得很自卑了 其实我以前很阳光 然后但是28岁那年 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 很大的低谷 转折 其实我觉得她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还是比较代言 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相信啊 就是说很多男孩子 会喜欢你这样的 来看一下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喂 您好 您好 对我们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 挺好 但是你嗡这一下 我就觉得会不会有点甘心 我在想是80还是90呢 分数 那我认为应该是100 正方形看着 肯定看不出来的呀 一号男嘉宾 你客观就说 你认为二号女嘉宾 和二号男嘉宾合适吗 让他们自己聊聊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年龄上稍微有一点 其他我看还可以 年龄 二号男嘉宾 您多大年龄 就是别太小 所谓太小 就是比较小 对 我觉得就是 稍微一点点 一岁两岁 我觉得还能接受吧 但最主要我觉得 要有强大的内心 这二十八的 你能接受吗 他都是二十八 一小四水 看整体的情况吧 我不喜欢比较年龄小的 你不喜欢比较年龄小的 二号他不喜欢比较年龄小的 不好意思 三号你多大呀 我三十三 现在还可以是吧 那你愿不愿意 跟二号换一个位置 先上场 我没事啊 你没问题对不对 对 那就二号你能不能 等会再上啊 好的 你看 阿姨您同意吗 同意 同意吧 咱弄个年龄差不多点的 万一有火花呢 谢谢 是不是 但我建议你 别轻易选 好 万一电视机前内更多呢 是不是 别让他们听见 来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 陈一台阶 谢谢 你好 三号男是张鹏 算是三岁 未婚北京人 职业ID培训师 你的脸吧 显得特年轻 我这样说话 你不生气吧 太不生气了 你这是真的在悉尼吗 对 什么时候去的呀 前几年 每年会到那开会吧 你是外企吗 对的 你们是澳大利亚企业吗 没有 是美国公司 但在全球都有机构 那我觉得职业挺不错的呀 还算是成熟稳重的 我为什么先请你上来吗 我就觉着吧 您这需要养生 这养的养的 就长出来了 我喜欢的那一款 你对这有信心吗 可以考虑一下 先生 你来这儿 是妈妈给你报的名吗 是的 太够报了 以这种方式呢 比较靠谱 而且她觉得 有一方面也是挺着急的 你现在在你们这儿 做培训师 算是好的培训师吗 好坏 不好比较 但整个中国区是救我一个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 当现在很多家长都认为 孩子只能通过 上越来越好的大学 来改变命运的时候 整个中国区就他一个人 你这就是一个特例 这就是一个特例 刚才妈妈说 那个人没有上过大学什么 伟大什么 她是说 就你看他可是 一个典型的 不是 妈妈说的不是这意思 妈妈说的是 带有欺骗色彩 对 所以我问了妈妈 像这样的情况 介意吗 她不是大学生 但是她是中国区的 唯一的一个 他们那个单位的培训师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都不介意 关键是 只要她喜欢的 和我姑娘爱的就行了 可拉外晕 这是小谎子 挺满意的 对 哎呀 妈妈这话你爱听吗 挺好 挺好的 你觉得阿姨漂亮吗 漂亮 阿姨 你觉得阿姨人好吗 人好 人特别好 我觉得好像有点悬 觉得二号你嘉宾条件很好 而且眼光一定很高 你觉得要是让你去他们家吃饭 阿姨会收拾你吗 阿姨会做菜吧 你说的非常对 我是天井人 就是会做菜 你觉得我来回捅过你 你害怕吗 我害怕 但是这个男孩还是很聪明的 你想想 对 再一次证明了 聪明是可以绝顶的 假如今天你们第一次见面 了解一下基本信息 好吗 开始 你好 你好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生活上能够大家比较合得来 不会因为两人在一起 而彼此又增强了一些什么不愉快 又可以带来开心的那种 挺同意的 诶 刚刚聊完了 香 香果清吗 香果 香果 这么香的对吧 对对对 其实差不多 因为第一次见面 到底能聊出多少了 也聊不出多少了 你觉得你属于会相亲的吗 不会 会就 你想不想让庄老师帮你示范一下 什么叫相亲 想 如果示范的话 这个事很不好示范 因为为什么 不公平 我已经在前一楼 我已经跟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交流 我知道 问题是你要在最快的时间内 判断对方 第一 是对方爱说话的人 还是对方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对方如果是个爱说话的人 你甩给他一个话 让他去说 你只要好好地做一个倾听者 那么一般来说 第一路是相亲下来 他会对你有一个相对的好感 如果你发现对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那么往往男孩都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怕尴尬 怕冷场 于是不断地对对方说话 这样反而会造成对方觉得你过于自大 甚至爱吹牛 对 而你刚才的问题是造成了冷场 就比如说 这个姑娘 其实她是一个很大方的姑娘 而她为什么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她话没有那么多呢 因为你没有抓到她爱说的范围 交流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给我很多的收益 33岁也不小了 按说你看你 要个有个 是吧 要人有人 要职业有职业 那为什么就没有女朋友呢 没找合适的 找过 对对对 一直在找 找了有快三年了吧 三年前之前有女朋友 对的 几年 半年 半年 对 然后从30岁到现在开始觉得我得找一个了 对的 你经常有出差吗 正常频率 大概一个月有一周 我就觉得这样的挺合适 你想想啊 三周都腻在一起 有一周出差太好了 这个还可以互相思念一下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关键各地溜达还能买点礼物啥的 对吧 对对对 对 你告诉我对这姑娘的印象真的特别好吗 挺好 因为我觉得她挺适合你在哪 我跟你说是我的理由 你看你出来以后给我的感觉 你是个做事挺严谨的人 但她走路有板有眼的 然后呢 跟人握手都是 就她有她的一套东西 但是这个姑娘呢 她属于呢 比较的大大咧咧 然后就这样的人在一起吧 她不容易出问题 这样俩人都大大咧咧 故意你们家一年的丢十二次手机 是 是不是 而且她事不多 她这样的女孩子 她一定可以跟婆婆处的关系特别好 是 所以我推荐给你 我说的对吗 而且还漂亮 是 关键丈母娘还好 是 大姐我想问个事 您带改口费了没有 没带 没准备 没准备 那她现在要改了口 你觉得 是不是早点 可以 可以 哎呀 就丈母娘这一关已经通过了 对 你估计爸妈要是来了 对这个姑娘会有好感吗 我觉得会 挺好的 北京人 你哪个区的 朝阳区 你呢 现在也是朝阳 哎呀 你哪条接住啊 大概 旺军的吧 你呢 在私会 都在东四环上 哦 离得不远 不远 不远不远 哎呀 您能起立一下吗 您能起立一下吗 您平点鞋是吧 嗯 你多高啊 一米六八 比多高啊 七八了 哎呀 六八对七八 合适 正好一起回家 哎呀 方老师啊 合适吗 我得学到 合适 正好适的 嗯 你告诉我 如果让你 对这位先生 第一印象 打个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嗯 七八十分 才八十分呢 给低了 再给加点 再加点 九十 九十 你给个分数 一百 哎呀 你看啊 阿姨 今天高兴吗 高兴 高兴 咱老百姓 是不是 谢谢你们 你告诉我 跟这 阿姨说谢谢我们 这事真成啊 尝尝不尝也就谢谢 我就跟这小伙子说啊 就是 你的工作是属于那种 那实在 看上去比较洋气 嗯 你想想家里有一个老婆 还挺能干 这个大小呢 也是个 那也是个摊 像你这样的一个 经常 漂泊在外 也不是太长的 那个男人呢 有一个 小摊在家里头 妻子守着的 这么一个夫人呢 我觉得是个挺美的事 对 你想想 你想休息 也可以放松 你想帮着夫人干活 也没显不出 你不能干 来 好 那姑娘 特别希望 你在观察室里 好好的 了解一下这位先生 好不好 你有什么才艺吗 唱唱歌吧 唱唱歌 算送给他的吗 送给他和大家的 他和大家 叫什么名啊 前门情思 大碗茶 我夜夜笑的时候 常在这里 晚餐刷 高高的牵绊 仿佛爱着我的家 一旁帅 一旁衰逃好 即将曲曲儿跳 伴随他通过了 那浑色的年华 他脸整个气色 包括他这个胖瘦 我都还疼 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谢谢 再见 再见 哎呦唱得真好 我就是觉得他好像年龄大 跟我一边大 我不算喜欢跟我一边大 我不喜欢比我大 五岁 对 五岁 八岁 十岁都能接受 那种 按说你们这职业也挺多机会的 为啥一直就没碰到合适的呢 比较内向 我看出来了 有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我看很多培训师都恨不得都站桌上讲 就你怎么会比较内向呢 因为我的思路和大家大多数的这个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那你的培训 培训什么到底 我是在软件公司负责培训销售 就是你怎么样去卖软件 培训销售更需要 你的性格很张扬啊 但你不是 对 他属于那种安静中去做培训的 他可能是一种独立的风格 就是说在他的那个专业内 他肯定是挺能说的 对 而且这绝对是一老实孩子 就是他绝对没有那种花花肠子 绕个弯子 哄丈母娘高兴 出去办什么坏事 这事他绝对不会干 这你相信我的眼力 关键是 刚才我为什么在你跟那个阿姨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捅你 我就怕你说错了 你明白吗 我就特别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跟刚才那个女孩子挺合适的 人家本来可以说的挺好 人家老在后头捅人家 到现在背上还给动呢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还是挺随和的 就说在我在捅他的时候 他没有说 你就没有任何这样 他都是顺着你走的 所以更适合当老公了 是 是 三号女嘉宾 你好 你觉得他适合当老公吗 应该适合吧 适合你吗 这个 这个 光看看是看不出来的 你喜欢吗 还行吧 还行吧 妈呀 你也就是说你愿意跟二号女嘉宾PK一下吗 不愿意 不愿意 他肯定是看了眼二号女嘉宾吓得不愿意 没事 你上来吧 上来你就愿意了 这样吧 你在那儿说不愿意 来这儿以后再看怎么说 来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小心台阶 谢谢 三号女士侯一萍 二十六岁未婚四传人护士 选择语录 你若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你好 我能说两句吗 可以 今天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再做给那个 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几位老师 幕后的工作人员道个歉 对不起 没关系 你怎么就给来晚了呀 因为就是我工作上有些事情 然后那边急 必须要让我当面去填一个 表哥 我们这儿反正是做了这样的措施呢 就一个惩罚的办法 你愿意接受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让你嫁给谁 你就得嫁给谁 不过这个也应该能理解 还是有点紧张 26岁 对 你其实自己也会特着急 对吗 我自己还好吧 但是我妈妈比较着急 妈妈来了 那是妈妈 妈妈特着急 妈妈会不会觉得 不断地催你啊 这位大姐你好 你会不会特别着急 就是着急 眼泪都快滴出来了 你是不是一直在批评她 就是我那儿 你那路口上截到她几次了 脑不来 我能理解啊 对于妈妈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你肯定 刚才抱怨女儿了吧 你是不是跟女儿说 让她上场给大家道歉呀 我都看出来了 我不敢再问了 我要再问一句 你妈妈眼泪就掉下来了 别伤心 没关系 晚就晚点呗 晚咱今天路过晚 哪天再来是不是 你是不是挺喜欢王岛的呀 那你喜欢庄严吗 喜欢 也喜欢 特别喜欢你 主要喜欢我吧 对 我就知道你主要喜欢我 我知道姑娘肯定 你刚才说你自己还着急 肯定你也很着急 因为我看了你的职业介绍 你是一名护士 对 要知道护士的职业要求你 有些事情是不能晚的 所以我知道你 你肯定在化妆的时候 一直会妆的时候 一直会觉得很难过 很忠心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来了就挺好的 咱来干嘛来了 你还记得来干嘛吗 我知道 你带针了吗 没有 今天主要是来 让你给王岛扎针的 没有 没有 你现在在北京 哪个医院工作 我在空军医院 空军医院 今天上午是因为工作的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不能怪她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怎么那么可爱啊 那个 你喜欢她吗 挺好的 你觉着呢 挺好的 出话出意 对对对 出话出意 是 你刚说一个挺好的 那阿姨就瞪了你一眼 我阿姨也好 再问你一下 这怎么样了 挺好的 完了 阿姨又瞪了你一眼 好和合适是两件事 哦 明白了 我觉得她可能更对二号 更对你比较心心吧 公元 其实我知道 你有一段经历 对 你一段经历是我特别特别羡慕的 是吗 你喜欢这段经历吗 特别珍惜这段经历 我十九岁的时候去了西藏 在那个拉萨的那个军区总院 工作了两年 当时我就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 妈说去啊 挺好的 有这种机会怎么不去就得去 我还以为我妈会说舍不得我呢 然后呢 就听她话去了 然后我们是冬天去的 把那个地方缺氧缺得特别厉害 但是一般人去的高原反应就是 头晕啊 恶心啊 就是走不动路什么的 我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 我就全身的胳膊就是跟针扎了一样的 就是那个关节 我就抱着被子哭 晚上那个队长查房的时候就说怎么了 我说我胳膊疼 腿疼 他说哎呦 我这个高原反应呢 然后队长就去拿了药来 给我们几个就是小姑娘吃 但过了休息了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就开始上班了 然后一工作就是两年 关键是你的选择语录 但我觉得你是有精力的孩子 你若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这感觉像这个海事山盟啊 过去有人对你离了和气了是吗 嗯 是 就是那会儿小嘛 二十岁左右在那儿就是谈了一个对象 就是对方是军人 然后就是要求特别严格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妈 零七年的时候身体不太好 然后打电话我爸爸说了 妈妈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所以当时我就想了想了 我不能长期在那儿待着 离父母挺远的 然后我就想说回来吧 然后但是对方他肯定不愿意回来 因为他十八岁就在那边当兵 都当了四五年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分开了 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 嗯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选择 是必须去面临的 我不会说是抛弃亲情吧 怎么说呢 因为你要是选择一个结婚对象 时间长的话也是一种亲情 哎 我怎么觉得老庄 你看今天三个女孩子中 她年龄最小 但是呢 反倒她说话挺成熟的 她的独立性决定于 她曾经选择了一段非常特殊的生活 所以人的成熟度不一定是由年龄 来这个决定的 往往是由她的经历来决定的 这个女孩我们会感觉到 她比一号女孩和二号女孩 在很多的事情上的认知要清晰很多 也就是说她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她会比一号和二号可能幻想更少一点 现实更多一点 我不知道你对你面前这个直观感觉 你会觉得她的最大问题 比如说你要觉得她不合适的话 你觉得她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可能还是比较拒谨吧 就是不太好意思说实话 好 你看 我刚才说了 假设她看不上她的话 或者他们俩觉得不合适的话 那么你认为什么是你最不合适 她第一找的不是外观 对 不是说年龄 第二 她找到的东西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 而是她在那体会这个人是什么人 然后从她内在的 甚至我们都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 她会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怀疑的 这其实是人的一种成熟的表现 对啊 可以去经历一些 对对对 去到青藏高原 新疆的去看一看 观察实力的二号先生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说 您好 您今天28岁是吧 对 我们刚才看到这位先生33岁 您是28岁所以您和她做了一个挑换 让她先上来了 因为刚才前一位女士可能不想找比自己小的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姑娘今年是26岁 可能跟您的言量更合适一些 您觉得呢 是的 您觉得您和我们现在台上做的这位先生 谁更合适于这个26岁的小女孩 我当然觉得是我 你刚才在观察室里见过阿豪先生对吗 对 你觉得你们俩谁更适合这个姑娘 我觉得是她 是她 你是因为她而说是她呢 她是因为她而说是她 就都因为 然后确实加上我的想法 如果这位女孩比如说她 觉得你也不错的话 你会觉得有遗憾吗 就是拱手把这个美好的事情 让给了二号 不会 不会有遗憾 那就是说你至少目前为止 你认为这位女士做你的丈母娘 是比较合适的 是 是 老庄给吓跑了 他一听到这种直白的发言 他总是恐惧 我不是被吓跑 我是去观察室 看了一下刚才那个小伙子 二十八岁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状态 那小伙子现在已经到了台后准备了 也就是说人家准备替代你 感觉吧就想行动吧 反正是很有眼缘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 我很喜欢的那种 我觉得好女孩一定要招 我跟三号女嘉宾相对来讲 可能不是很合适 那二号呢 二号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合不合适 可能还是要更多的接触了解 才能 没准备让你出门又结束了 是 但你觉得如果相比较的话 你会觉得二号更合适你 对吗 好那你休息一下三号已经不断的催我了 好 好啊 谢谢一遍 谢谢一遍 二号说特喜欢你 你估计二号得有多高的一个 一七零到一七五都差不多 一七零到一七五 对 对 对 你多高啊 金医生是一六零 一六零 你站起来一下 我一七零 我觉得一米七零就差不多 没问题 是吧 哎呀我这真费劲 来吧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你好你好 你为什么不握我手呀 害怕 我们这特让你害怕吗 很张 有一点害怕 你觉得我们这几个人谁长得最吓人 我 除了你以外 我们四个谁长得最吓人 还有我 二号男士 阮孝然 二十七岁 未婚北京人 职业自来水公司职员 选择语录 浅浅淡淡 不离不弃 我们三个人谁长得最吓人 说吧 我们三个谁长得最好看 好吧 王导 没关系 在电视机前我一定会支持男士的 小伙子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那句话 把我跟老庄全给得罪了 没关系 你说对不对 找对象得罪了他俩有什么可怕的 对不对 得罪了我 不啥情况你也知道 王导已经看他很享受了 什么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选择语录 竟然跟三号女嘉宾的选择语录 用了一个词 不离不弃 哎呀 他们俩途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关系 男孩叫做简简单单不离不弃 女孩叫做 你若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哎呀 对呀 真有意思 来请坐 你是北京人 对 北京什么地儿长大的 怀柔 怀柔 你自己在北京城市里工作 在海店 平时住哪儿啊 单位 住单位 那也就是说 万一这姑娘要是嫁给你的话 咱就嫁得怀柔了 不一定 看到时候具体情况吧 也就是说 咱有地儿住 拿着 这个应该不用担心 你觉得我这问话方式 像不像丈母娘问的呀 有一点 像像查户口的吗 你也别客气 你离丈母娘的日子也没几天了 对这姑娘的影响怎么样 很好 绝对属于你喜欢那种 对 比较柔軟的一个小男孩 然后就甚至说 这可能跟女孩握个手啊 什么的都会脸红 您好 你好 这小伙子怎么样 还行吧 不是特别满意 不是 您给打个分我听听 那我不打分 我觉得 这个女孩的独立性那么强 她曾经一段感情 是完全没有征求过母亲意见的 是完全发生在她工作的单位 然后回来之后才告诉母亲的 所以这个女孩 不像很多女孩那样 她不会非常明显地 受到母亲的带扰 其实母亲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如果您的女儿 真的就看着这个小伙子 您会特别地反对吗 不会 所以 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个姑娘身上 你对她第一印象怎么样 感觉她性格挺好 你笑什么 被人夸了 当然笑了 你以前的那段爱情 什么时候结束的 一零年年初 是人家要离开你吗 对 你一定是 所以她为什么说是不离不弃呢 那为什么要离开你啊 身高啊 家庭啊 学历啊 工资啊 各方面吧 家庭不是也挺好的吗 会有更好的 有 有的 你可能会有比你更好的 那那个女孩是找了一个更好的吗 没有跟我说 我也没有问 反正是分手以后 很快她就有了一份感情 只是听说 不过我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 我对她的这个整体印象就是属于那种 绝对是可以看到老婆的脸子 听到老婆的这个要求 这个老婆让怎么着 一定是那种很听话的男孩 我觉得当今的这个老公标准里头 我认为应该有一条就是听话 男人听话就好办 其次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喜欢她 就是她的这个工作单位 自来水公司 跟我爸爸是一个单位 你爸自来水公司的 对 我爸爸也是做自来水公司的 所以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当然我肯定没有觉得 你跟我爸爸有什么相似 所以我知道我爸爸的那个工作 是很辛苦的 但是也是这个技术水准是很高的 是属于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单位 别以为这个单位 仅仅是跟自来水有关系 其实我跟你小伙子 我跟你这么说 你不必担心 你前边碰到那段感情中的所有障碍 在这个女孩看来不重要 因为你注意到 她前一段感情是什么 在这个情况下 她一定是不是看中对方的物质条件 所有的东西 她看中的就是那个人 而你今天要完成的 就是让她看到 你能不能符合她的 在人的这个标准上就可以了 其他物质条件 对于这个姑娘而言 她不是很赞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 你家的物质条件 对于这个女孩来讲 她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你自己 我特别想知道 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的 你自己有存款吗 之前有一些 但是最近随着粪子 乱七八糟快没了 最近老给别人搭粪子 所以你想来我们这找对象 把你的粪子给弄回来 没有 是来弄粪子的 没有 我觉得比第一个人强 第一个 特别腼腆的 小男孩感觉 其实我想推荐她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一定是那种 就是说 真的是踏踏实实的那种 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然后你看她说 我之前会有一些 后来搭粪子搭的都快没了 所以自己也着急了 她的每句话都很诚实 她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孩子 你明白吗 今天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当然你要自己认真地思考一下 你告诉我 如果让你给这个小伙子打个分 你会打多少分 95 95 你给打一个 你打 她打了个120 如果 如果我要是让你 帮这小伙子擦一下汗 找哪儿正考验不出来 试一试 她是护士 对啊 所以我才 我不是护士 我都不敢给她提这要求 就是你就把她当成一个 不能说病人啊 她跟我爸爸是一个单位的 你就把她当成我爸爸 你当什么一样 爸爸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是因为实在想不出来 没事不用急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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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当不起她的病人呢 还是当不起我 我把你吓成那样 你擦个汗 就是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对 就是那你就 你把我当成你爸爸 然后我儿子不舒服了 你给再擦擦汗 你坐下吧 没事 好 就是这个 那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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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今天有点操作 我就 哼唱两句 遇见吗 遇见 遇见你会唱吗 遇见你是我的缘 遇见你是我的缘 你怎么唱什么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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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记不住歌词了 非常好 来 别动 等一下 来来 稍后把脚搁在上头 搁在上头 来 过来姑娘 我不是故意在让你们怎么样 我想让你表演一个东西就是 就唱你刚才那首歌 你就这么唱 你只要唱完 我就满意了 再唱一遍 让大伙享受一下 看看他们斜角不斜角 来 来 预备 开始 还是刚才的唱 来回晃 预备 开始 谢谢 听见冬天的离开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晚上我等我期待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我与前世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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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给个自来水公司的总经理都不干 必须不干了 不干 不干 不干了 什么感觉 小伙子 说不出来 能感觉到 我这汗出的 我估计把这前半年的汗都出来了 真脸红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 你想让她成为你丈母娘 丈母娘 我不太能够弄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 也许她是不满意 也许她是有点紧张 也许她觉得挺好 这一切都是未知 在未知的情况之下 你过去 也可以问一下 也可以表个态 也可以推荐一下自己 也许这一关你要是能过的话 哥们儿 你今天的汗就没有不挨白流 好 是吧 加油 好 加油 阿姨 我觉得我挺喜欢你女孩了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我觉得我也会 我也能够照顾好她 哎呀妈呀 这就有点像结婚那种 阿姨 给我们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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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然后你们马上就到民众局去办理结婚证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把花儿送过去 是征求一次机会 而对方 你把花儿接下来 只代表你给她一个机会 你们可以继续的交往 那么我不知道 三位先生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结果 有 都有了是吧 好 这样 我们数一二三 想要选择的往前慢一步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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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把花儿送给她 恭喜两位 到这儿来 来来来来 到这儿 先走到这儿 我得好意 我刚才注意到一号 我说 如果有自己心仪的女孩的话 请往前迈出一步 当二号迈出的时候 你往后退了一步 所以 我心仪在后边 在后边 对 在观众席上 在观众席上 对 你在现场的时候 看到我们观众席上有一位姑娘 你很心仪对吗 是的 你和对方并没有认可的交往 是 你确认对方是单身吗 我刚才已经从 从一位朋友的口里知道她是单身 她已经告诉我了 她确实是单身 好 那到底是哪位呢 这个悬念由你来给我们揭晓 来 你可以把花儿送给她 这个姑娘怎么笑成这样了 你别吓我行吗 我害怕 我为主人好 来来来 妈 妈 我必须要确定一件事 第一 你告诉了你是单身吗 是 你是单身是吧 你来这儿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你在这个场上会被人选到 没有 没有 你今天来这儿的时候 是不是也想通过这个节目给自己找你 我就是看节目来了 然后我来观人节的亲友团 你觉得这个小伙子送给你花儿你感到惊讶 刚才告诉我 对吗 嗯 你觉得她行吗 嗯 你觉得你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可以吃起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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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 我争认一下你的好朋友 她是你的朋友对吗 对 她也是单身 没错吧 没错 其实我把她叫来也是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够帮她介绍一下 没错 我告诉你 这就是你最大的错误 在选择的节目中 来往回去 像这么一样 就是东边补量 西边的 你来选择 结果她被奖上了 没事 你现在很抵触到这儿来站着吗 很抵触是吗 那么好是 你现在有一个任务 她接了你的朋友 仅仅代表给了你一次和你交往的机会 但是你必须要向她说明 你为什么把朋友交给她 第二 你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通过你的努力把她请到台上 你有白衣服你有白衣服 我唱一首歌送给这个姑娘吧 好 一球之中一次是一天 那时代表作相遇一天 真像每个爱恋 没有极限 也没有缺陷 爱你一万年 爱你经得起考验 飞越了世间的极限 摩尽地遇着平面 轻轻地相恋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 现在最大选择率的您的朋友 您是选择还是放弃 我选择放弃 您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您喜欢的女孩被人选走了 还是在现场的这几位姑娘 您觉得不适合你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吧 不太适合 好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到这就结束了 现在在现场还有两位女士和一位先生 如果电视机团的观众对她们感觉比较好 可以跟我们打不打电话 非常感激 面对爱情 她仍然拥有一颗少女之心 那个红包里面 我买的一个就是红旗袍 准备结婚的时候 谁要给我找到那红包 我就嫁给谁 她们未曾拨面 却对彼此赞赏有加 涓涓溪流 清澈动人 她英俊潇洒 你看不着是吧 来 在选择的舞台上她反作为主 引在场上爆笑点点 青年男女朋友们 咱们找对象 去哪儿 大大小姐去哪儿 这里竞争激烈精细烈 你觉得二号会给你让吗 二号大姐让我上了 这里火花四溅笑声不断 一天把那钱拿出来 然后开始数 是 我也没事老数钱 数钱 数钱我会